美国众议院议长海文·麦卡锡 星期二9月12日宣布 议员将会对总统拜登发起弹劾调查 就拜登从他的儿子亨特·拜登的 外国商业交易中获益的指控展开调查 麦卡锡对记者说 这些指控描绘了一幅腐败文化的途径 我们发现拜登总统确实就他对家族海外商业交易的了解 向美国人民说了谎 目击者证实总统参与多次通话 并参加了多次互动和晚餐 他的结果就是汽车和几百万美元 流向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子的商业伙伴 麦卡锡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知道银行纪录显示 有近2000万美元的款项通过各种空殼公司 直接给了拜登的家庭成员和合伙人 麦卡锡还指控拜登利用自己的公职来协调这些关系 并从自己的行政当局那里获得特殊的待遇 众议院多个委员会尚未找到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 白宫发言人薩姆斯发出推文说 众议院共和党人对总统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调查 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的证据 他自己的共和党成员也是这样说的 他发誓就开启弹劾而投票 现在却因为得不到支持而变卦 这个是最差的极端政治 变卦